高轩赠送的那辆马车 姗姗来迟 在很晚的夜色中 才赶到陈平安这边 马夫是个面白无须的老者 曾经跟随大随皇子 一起去往黎珠洞天 与陈平安有过两面之缘 只是比起高轩的热络殷勤 老人神色冷淡 交过马车后 便徒步返回京城 老幻馆回头多看了眼崔禅 崔禅忙着打量那匹骏马的风姿 嘖嘖称奇 对于老人的审视目光浑然不觉 崔禅跳上马车 主动担负起车夫的职责 对陈平安招手道 先生 马车没动手脚 咱俩安心上路 崔禅给了自己一耳光 什么上路 太晦气了 赶路赶路 陈平安环顾四周 天色昏暗 因为京城夜尽的缘故 白天川流不息的官道 显得十分冷清 陈平安摇头说 我刚好练习走庄 你驾车就是了 只要别太快 我都跟得上 崔禅知道 陈平安的执拗性格 便不再浪费口水 缓缓驾车前行 喝了口酒 悠悠然高声道 百事忙千事忧 到头来万事休 天良好个秋啊 好个秋 陈平安默默跟在马车身后 不断重复汉山全谱的六步走庄 走庄立庄两世 早已烂熟于凶 大半夜的崔禅一直胡言乱语 儒家经典也读 诗词歌赋也念 五花八门 这嘴就没闲着 最后连 我有一头老毛驴 从来也不齐 都给念头上了 听到这儿 坚持了将近一个时辰的陈平安 吐出一口浊气 停下走庄 他出声道 我上车休息一会儿 上了车 把杯楼放在车厢 陈平安这才发现 角落放着堆积成山的 平平怪怪 只是光线昏暗 看不清为何物 驾车的崔禅笑道 有几坛子好酒 有到家炼气疗伤的丹药 连腌制水粉都有 这个高轩也够好玩的 说实话 不谈敌我阵营 同样是皇子殿下 高轩比你那朋友 宋吉辛的亲弟弟 哎呀就是我曾经的弟子 要更 更礼贤下事 陈平安 坐在崔禅身后 侧身而坐 双腿挂在外边 摇头说 宋吉辛从来不是我的朋友 崔禅拆台道 那如今已经改名为宋木的宋吉辛 可就要伤心咯 你在离开霓萍巷之前 齐静春送给赵瑶一方天下迎春印章 送给他宋吉辛的则是六本书 三本杂书 树算京微 齐普桃李 散文及山海册 三本齐静春挑选出来的盟学书籍 礼乐观止小学 那宋吉辛呢 对先生你的态度很复杂 他大概是为求一个心安 早的时候在屋子里桌上留下了后边三本书 故意是送给你陈平安的 但人心复杂就在于 宋吉辛其实心知肚明 哪怕先生你拿了丢在你家院子里的房门钥匙 你也绝对不会私自拿走书籍 却不耽误他宋吉辛良心过去一个坎 先生 这个家伙是不是很聪明 崔禅说了一大通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是有一件事他没说出口 他猜测书的事情 其实是齐静春早早料定的 宋吉辛会瞧不上那三本盟学 会选择留下来送给陈平安 下棋布局算心这类事 崔禅以前自认远胜其境春 如今回头再看 当然是大错特错呀 陈平安低声说 宋吉辛一直很聪明 崔禅好奇的问 你跟他关系那么僵 是因为他骗先生你违背誓言 陈平安不说话 崔禅笑道 别怪我多嘴 也不是故意要为宋吉辛开脱 我只跟你说个事实 不论对错 宋吉辛在这件事上 是有其根源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 宋吉辛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样样都比先生你强 后来还有了个婢女 伺候起居 读书下棋书法 样样精通 但越是这样 他的某个心结就会越大 陈平安终于开口 当时他被误会成是 督造官的私生子 从小就被街坊邻居 戳其令鼓 很多人背后骂得很难听 所以呀 宋吉辛每天看着先生 你这么个家伙就会想 凭什么你陈平安 这么个差点饿死的 穷酸泥腿子 好歹能够有爹娘 而我宋吉辛却没有 甚至连娘亲的姓氏名字 都不知道啊 崔禅晃了晃脑袋 最让宋吉辛受不了的一件事 是先生你的身世如此凄惨 但是在宋吉辛这个邻居眼里 像是每天都活得比他还要快活 吃饱了倒头大睡 睡饱了起床做事 这简直会让宋吉辛抓心脑干 浑身不痛快 所以呀 他不痛快就想着要你不痛快 他知道你在乎什么 就要你失去什么呀 陈平安记起那个泥瓶巷的大雨 那是他第一次想杀人 当时宋吉辛差点就被他掐死在墙壁上 跟着他一起从窑场偷跑出来的刘献阳 可能躲在远处 不小心看到了那一幕场景 之后的一个月啊 这刘献阳都没怎么敢跟他说话 这让陈平安郁闷了很久 催缠自顾自的感慨 有些孩子心性牵扯出来的事情 既可怕可笑又可恨可怜 因为不是只有孩子才有孩子心性啊 许多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一样会在某些大事情上幼稚的不可理喻 陈平安双手摆出剑炉庄 并未练习 纯粹是自然而然为之 他脸色平静的说 这件事情我当然恨死了宋吉辛 但是真正让我不喜欢宋吉辛的事情 不是这个 崔禅大旗忍不住转头问 怎么说 陈平安缓缓的说 刘献阳差点被打死那次 宋吉辛竟然会蹲在墙头上煽风点火 恨不得刘献阳被人活活打死 这样的人 很可怕 崔禅默然 陈平安抬起头望向远方 我们老家有句方言 叫看挑担的不累 我觉得这没什么 但是如果因为觉得好玩 就坏到往人的担子里边加石头 这种人怎么做朋友 崔禅打趣道 宋吉辛又没往你肩膀的担子上加石头 事实上 宋吉辛可能在内心深处 很希望跟你成为朋友啊 因为他足够聪明 无比清楚应该跟什么人做朋友 比如他打心眼瞧不起 不如自己聪明的照谣 可一样会拉关系套近乎 陈平安摇头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崔禅没来由说了一句真心话 良心话 你这样的人呢 以后会有很多人不喜欢你 陈平安笑道 我要那么多人喜欢我干什么 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 我也不图别人什么 崔禅转身朝陈平安伸出大拇指 先生你这叫必利千任 无语则刚 学生我佩服 佩服 我知道你套我话 是想探究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不过没关系 说了这些 我心里好受多了 先生你是大智若愚 学生我是大于若智 咱俩相互切磋学问 以后联手一定无敌于天下 陈平安突然问 你认识阿良吧 老猫驴那段 阿良以前就哼过 陈平安脸色微变 嗡了一声 很早就认识了 比齐靖春认识的还要早一些 比马甄毛小冬直流就更早了 我陪着老头子喝闷酒的时候 他们指不定还在那玩泥巴呢 月明星夕 清风拂面 眉心有志的白衣少年 那张俊美无暇的脸庞上 泛起淡淡的愁绪 他苦笑道 我离开家乡后 也是像你们这般远游求学 只是比你走得要远太多了 由于心高气傲 终于狠狠丢了次脸 最后一气之下 败在了老秀才门下 当时老秀才名声不鲜 学问也有被视为异端的苗头 所以我是他的第一个弟子 姓左的齐靖春 这些人陆陆续续进入老头子门下 入室弟子其实不多 老秀才是个事无巨细 都想要说清楚的人 传授学问呢 简简单单一个道理 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他能说上一整天 实在没精力收取太多贴身跟随的弟子 记名弟子相对多一些 至于不惜自称文圣门下走狗的那些 可就浩浩荡荡 如过江之计了 不计其数 而阿良呢 又比我更早认识老秀才 一开始阿良是上门要打老秀才的 老秀才谁呀 那张嘴皮子厉害得很 每一甲子一介的如是道三教辩论 天底下最凶险的事情没有之一 多少佛子倒胎因此坠入旁门左道 沦为各自道统内的可怜一端 之前之风光之后之凄惨 惨绝人寰 我判出师门之前 信心满满的提出自己的那个见解 何尝不是想要帮着 不说这个 浩瀚不提当年勇 事实就是 也就老秀才一个人 在历史上接连参加了两次辩论 关键还给他炒赢了两次 算了算了 先生你暂时不需要知道这个 反正那会儿的老秀才 说是天底下独一份都不为过 那种被誉为一家之学 明月当空的绝世风采 不是读书人 是绝对无法领略的 要不然你以为老头子 不过可怜兮兮的秀才功名 能够给人请进文庙供着 还一个劲的往前往上挪位置 老秀才所在的那个小国啊 后来都快恨不得把他封为状怨祖宗了 老秀才偏不要 可劲憋着坏呢 你以为 总之啊 老家伙一来二去 就把阿良给说得迷糊了 两个仇家反而成了最好的酒友 老秀才的地位越来越高 阿良的修为越来越高 两人相得一张 关系一直很好 阿良跟我齐静春还有姓左的 三个关系最好 阿良为了我们三个 没少折腾 尤其为了齐静春和姓左的 打的那叫一个天翻地覆 荡气回肠 说到这儿 崔晨会心笑道 每次阿良回到我们跟前呢 就要开始吹嘘了 什么给你们三个兔崽子 擦屁股都这么猛 我阿良是真猛啊 什么 你们是不知道 我今儿去大沙四方宗门里头 那些个仙子一个个 只恨修为不够高 否则一定要生吞活剥了 我阿良 哎 最难消遣美人恩 你们年纪小不会懂 崔晨喝了口酒 阿良啊 有一点很好 说话从不吹牛 不像我们读书人 崔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最后背对着陈平安笑 好了 跟你一样 我心里也痛快多了 陈平安早已闭上眼睛 默默练习剑炉庄 但是显而易见 所有话语 少年都仔细听着 一字不漏 崔晨脸色平淡 敞开了聊过 不耽误之后 我还是坏人 你还是好人 陈平安睁开眼 我下去继续练习走庄 崔晨大笑 好嘞 陈平安跳下马车后 继续默默快步走庄 崔晨一点点收敛笑意 腾出手来 喝完酒壶最后一口酒 破天荒有些失神 他喃喃道 陈平安 你以为你这种人 就不可怕吗 马车后有个嗓音响起 我听到了 崔晨哈哈大笑 先生好耳力 不愧是千载难逢 百年难遇的习武奇才 以后一统江湖天下无敌 只日可待呀 草鞋少年没好气的还给他一句话 我谢谢你啊 返乡的路上 依然是走过山又走过水 那辆马车已经连车带马一起卖出去 崔晨卖出了一千五百辆的高价 然后给自己添置了一个精美书箱 把原本车厢里的值钱东西都给装了进去 相较之前的求学远游 陈平安可以更多的闲暇时间来练习汉山拳 以及用水墨功夫去抵立十八亭的运气法门 只要不是大雨天气 每天早晚两次 陈平安的走庄会格外缓吗 就像是仍然带着李宝平李怀他们一起练拳 身边会站着一位白衣少年 跟着他一起练拳 打得比陈平安更加行云流水 更加神仙风姿 每逢高山和大水 崔晨就会大声朗诵圣贤典籍 陈平安虽然不出声 但是会下意识跟着在心中默念 两人不再像那夜大随京城外的官道 那样说着真正的心里话 更多时候是一天到晚的两两无言 崔晨偶尔会悄悄离开陈平安的事业 回来的时候心情有好有坏 陈平安也从不追究 就这样 在不急不缓的车轱轮声中 名义上的师徒二人 平淡无奇的 从秋天走入了冬天 路线跟来时大不相同 是崔禅挑选的 陈平安没有意义 两人也凑巧见识过一些光怪陆离的趣闻意识 或远远旁观或身临其境 让从大理走到大随的陈平安 依然会感到匪备所思 在大随东边的一座大湖 两人夜行赶路 月色下有远远看到一伙预风凌空的飘逸仙人 分别手持一根巨大铁链 最后湖水大阵掀起阵阵滔天巨浪 仙人们竟是从湖底提起了一块巨石 大如山峰 就这么硬生生从湖中拔起 悬空搬去了自家门派 崔禅解释说 山水之间皆有诸多灵秀之气的汇聚之物 山上的仙家士李一旦发现 素来喜欢运用神通 将其社区搬回宗门帮派之内视为禁篮 用以帮助镇压山水弃运 崔禅还笑着说 那股仙家势力还算有点良心的了 选择夜间行事 而且舍得下本钱 高价购置了金铁锁链 若是一般仙家呀 哪管这些呀 随便购买大量的便宜铁链 至于山峰中途坠地 是否有凡人遭殃 当地官府哪敢计较 除非是砸在大城之中 实在无法隐瞒 那最后多半也是仙家势力 象征性赔钱了事 在大隋和黄平国交界处的 雄山峻岭之间呢 陈平安看到一大群 寂予模样的鱼类 竟然沿着山路浩浩荡荡迁徙 浑身泥泞也不碍事 崔禅说那些是过山计 能够出水半月而不死 过山计对于胡泽水质要求极高 一旦就有的栖息地水质变坏 便无法存活 就会立即主动搬家 灵气越是充沛的水源 过山计的繁衍生息越好 而且每万尾之中 会诞生一条通体金黄的灵物 故而一般山上势力 都愿意豢扬此物 用以建威支柱 精准判定宗门府邸的灵气流散情况 然后在黄庭国一座繁华周城之内 闹市之中 有两名年轻剑修 竟然驾驭飞剑 离地不过半丈 在人群之间飞快的穿梭 好像是在比拼谁的预见水准更好 全然不顾街上行人的鸡飞狗跳 一些避之不及的老百姓 直接被锋芒凌厉的飞剑刺伤 倒地身淫不已 遇见剑修在经过陈平安附近的时候 一位老玉吓得亮枪摔倒 左右躲避了两次 刚好与那路线做出偏移的剑修 撞了个正着 年纪轻轻的剑修 不愿输给身后那位近在咫尺的同伴 眼见着若是急停就会被赶超 满脸怒气 干脆就加速前掠 若非陈平安将一位老玉扯过 恐怕就会被一剑刺死当场 那剑修非但没有感激 反而转头狠狠瞪了一眼陈平安 高高在上的两名剑修 一前一后就这么一闪而逝 周城之内的百姓 对此虽然惶恐不已 但是没有任何人想要追究的意思 就连骂骂咧咧都只敢压低嗓音 袖手旁观的崔禅 轻描淡写说了一句 如果是其他还没寄身中武镜的炼气室 还是不太敢这么在一国周城内 如此横行跋扈 因为世间炼气室 以剑修最为金贵稀狠吗 陈平安在那位感恩戴德的老玉 慌乱离去后 转身望向两名剑修离去的方向 久久没有收回视线 崔禅当然道 管不过来的 再说了 又能如何管呢 追上去 打杀了那两个剑修 人家可从头到尾都没杀人 还是跟人家讲道理啊 苦口薄心告诫他们以后 千万别这么胡闹 退一万步说 你拳头够硬 逼得人家嘴上答应你 等你离开 事后照旧你又能如何 糟心不糟心 我看得很糟心 陈平安摇头说 我本事就这么点 不会追上去的 我倒是希望先生凑这个热闹 我这个当学生的 一路混吃混喝 愧疚难当 好歹让我为先生排油解难呢 崔禅说着不中听的风凉话 见自家先生不搭话 刨根问底的笑道 等到以后本事足够呢 陈平安背着大竹篓继续赶路 那就等到那天再说 崔禅快步跟上 笑眯眯的追问 先生 那天是哪天呢 陈平安回了一句 反正不是明天 崔禅屁颠屁颠的 跟在他后头 若是后天就好了 学生我跟着脸面有光啊 陈平安抬眼看了眼天色 突然记起 等到自己回到家乡 也该差不多过年了 就想着 是不是趁早买几副春联 他们大离红竹镇那边 好像这些东西不多 就在此时 崔禅一样抬头 不过是望向一处高楼 移了一声 嘴角翘起 有哈 有点意思 顺着崔禅的视线 陈平安看到一座 在城内宛如一只 独秀的高耸楼阁 附近风云毁暗 更高处的乌云中 隐约亮起一道道电光 与别处的晴朗风景 大不相同 像是只要在这一小块 地方下雨的样子 崔禅转头笑道 先生 这个热闹 咱们一定要凑 事先说好 先生若是不愿去啊 我自己去 先生在城门口等我便是 陈平安二话不说 就往城门那边行去 搁下了一句 如果夜进之前 你还没出来 我就自己赶路了 崔禅脸色悲苦 先生真绝情啊 陈平安背对崔禅 抬起手臂 伸出一根中指 崔禅立即变脸 跟陈平安挥手赞别 先生越来越风趣了 学生我公莫大言 陈平安收起中指握紧拳头 崔禅赶紧坐衣 以 先生慢行 陈平安走出城门外 在行人络绎不绝的官岛旁 站着休息 不远处就是一个茶水滩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去买了一碗茶水 坐着喝茶 几乎从未后悔过什么的少年 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离开大随京城太快了 就像崔禅所说 万一宝平他们给人欺负了 他又不在身边怎么办 陈平安可能眼界不宽 可是对于人心的好坏 并不是没有认知 因为自幼就活得不算轻松 曾经真的单纯只是为了活下去 小小年纪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所以陈平安反而比李宝平李怀和林守一三个 要更了解人生的不如意 以及人心丑陋的那一面 尤其是跟着崔禅同行这一路啊 通过这个便宜学生的闲聊胡扯 陈平安越发明白一件事 不是官帽子大人就聪明 也不是学问大人就会好 陈平安喝着茶望向城头 默默下定决心 东华山山崖书院 一座悬挂松涛匾额的大堂 世俗喜欢称之为夫子院或是先生宅 当下名义上的山主 大随礼部尚书大人正在喝茶 难得偷闲 神色轻松 在座七八人据是书院教书先生 年纪大多都不小了 三位副山主都在场 其中一位国子里的如山老者忍了忍 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抱怨 这几个孩子也太胡闹了 似乎胡闹二字评语出口后 老夫子由不解气 再加上一句 顽劣不堪 要知道这位副山主啊 不但是新书院专职负责大型讲会的大儒 还是正儿八经的君子身份 老人的名字早就在儒家一座学宫 记录在党 所以他说出来的话 比起寻常所谓的文坛名宿 士林宗主要更有分量 礼部尚书是位身材矮小的和蔼老人 貌不惊人 若非那一身来不及脱去的功夫 实在无法想象是一个位列中书的正二品高官 而且大隋重文 比如大离的天官头衔画给礼部尚书 大隋呢 则是礼部 矮小老人不觉得副山主的言语坏了心情 他笑呵呵的说 说说看 到底是怎么个顽劣呀 副山主气呼呼的说 林首义天资极好 精义底子也打得不错 挺厚实 就是那性格 唉 经常逃课去翻看杂书 看就看了 竟然半本儒家经典也没有 反而诸多旁门左道的道家秘籍 这么点时日就给他借阅了二三十本 这成何体统 并非儒家门生便不能看那道家术了 只是小小年纪 哪有资格谈什么处类旁通 若是误入歧途 如何跟 玄山主交代 矮小老人微微点头 喝茶速度明显放慢 这副山主是越说越有气 还有那小丫头李宝平 更是无法无天 上课的时候经常神游万里 完全不知道尊师重道 不是看那本翻烂了的山水游记 就是在书上画小人 还好嘛 还是拿五夫蛮子的寄击架势 矮小老人忍住笑 不知可否 低下头喝了口茶 富山主继继续说 年纪最小的李怀 倒是老实本分 不逃课不捣蛋 先生交代下去的课业次次都做 可这悟性实在是 怎么感觉像是不开窍的鱼目各的呀 上课的时候啊 就在那打瞌睡 迷迷糊糊满桌子口水 哪有半点像是原山主的亲传弟子 嗨 仇杀老夫了 一对年纪相对年轻的富山主打去 上书大人 咱们刘山主的胡须 可都揪断好多根了 国字连老人一本正经的反驳 是富山主 矮小老人爽朗大笑 侧身放下茶杯后他问 就没有点好消息 再这样 下次我可不敢来了 国字连老人心情略微好转 他点了点头 哟 奇了怪了 倒是鱼鹿和谢谢两个少年少女出类拔萃 更像是咱们儒家纯粹的读书种子 待人接物都很正常 平时还算尊师重道 尤其是鱼鹿这少年 温粮功签 简直就是咱们大随顶尖毫法里的俊艳子弟 似乎更值得栽培 矮小老人依然不急着下定论 笑眯眯的望向某个一直偷偷打盹的高大老人 毛老 你怎么说呀 腰间别有一块长条红木的高大老人 被点名后打了个机灵 他睁眼迷糊道 啥 尚书大人这就要走了 不多待会儿 礼部尚书仍是笑眯眯 既然毛老盛情挽留 要求我多待会儿 那我就多待会儿 夫子院内顿时充满笑声 矮小老人耐着性子将刚才傅山主的抱怨 给解明恶药的说了一遍 姓毛的高大老人听完之后一脸恍然 原来如此啊 那我倒是真有几句话要说 矮小老人玩笑道 我等席耳恭听 高大老人坐直身体问 是齐景春学问大 还是在座各位大呀 鸭雀无声 这不废话吗 那高大老人又问 那么是齐景春眼光好 还是诸位先生好 得了 还是废话 那位国字脸富山主思量片刻 没有直接反驳什么 而是微微放低嗓音 他问 毛老 那黎珠洞天 如今大黎龙泉 显得县城就那么大的地方 据说总共才五六千人 适合蒙童的孩子肯定不多 齐先生会不会是在那儿 实在没有选择的机会啊 高大老人正是书院的毛小东 当初大黎山崖书院的创建 正是此人帮着圣人齐景春 一点一点办起来的 无论是修为 资历辈分 还是道德学问 都是当之无愧的书院第一人 所以连同礼部上书在内 任何人都愿意尊称一声毛老 毛小东听到刘富山主的询问后笑道 当然有可能啊 而且这不是什么可能 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一群人全都傻眼了 毛小东环顾四周说 是你们大随需要这些个孩子 最好个个是天才大方异才 还会争取他们长大后 主动选择留在大随庙堂 好为你们长脸 顺便再帮你们打打大离的脸 我又没这些无聊想法 礼部上书赶紧轻轻咳嗽两声 然后水到渠成的去拿起茶杯低头喝茶 高大老人可不在乎这些 依旧言谈无尽 换成是我呀 那帮齐靖春亲手交出来的小家伙们 该吃吃该喝喝 他们要是愿意学就学 愿意偷懒就偷懒 他们以后有出现没出现 我才懒得计较 我身为书院具体管事的副山主 手底下那么多学生 以后每年只会更多 哪有那时间和精力 来听你们牢骚这些个孩子 爬树逃课化小人啊 堂下住位面面相去 坐在主位上的矮小老人 继续安稳喝茶 其实茶杯里已经没茶水了 高大老人笑着起身 我去看看崇文坊的客书事宜啊 这事顶天大 得好生盯着才行 就不陪着尚书大人喝茶了 矮小老人顺势起身 和颜悦色道 那我也就不耽搁客位先生们 传到授业的功夫了 毛小东埋怨道 上书大人 茶喝完再走不迟吗 高大老人 微微点起脚 瞥了眼茶杯 哎呀 喝完了 大人你真是的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啊 给咱们书院一点面子 忠忠 这传出去还以为 咱们不待见大人 那多不好 万一虎部为了天官大人 打抱不平 故意苛口书院重温坊 刻书所需的银两 我跟谁喊冤去 几乎要比毛小东 矮一个脑袋的上书大人 苦着脸拱手 毛老就饶过我吧 就当你是山主 我是父山主 行不行啊 不中 毛小东大笑着 转身离去 等到高大老人离去 矮小老人一脸的 无可奈何 气哼哼的说 原本是多清静来着 好吗 到头来还要哀训 咱们可还是自家人 以后啊 可不敢来喽 夫子院内 响起一阵大笑 就连那国子脸 富山主 亦是忍俊不禁 气愤融洽 大随京城内的东华山 相比那些五月 其实半点不算微恶 只是矮个子里边拔高个儿 才显得格外挺拔秀气 山顶有一株千年银杏树 有个红棉袄小姑娘 发完呆后 熟门熟路的抱着树干 一下子就滑了下来 结果 他看到一个守株带兔的老学鸠 身材真是高大 正眯眼贼笑着 老头看着就不像是个好人 高大老人问 这个点 是又逃课了 小姑娘到实诚 啊 我知道书院有规矩 我认罚 怎么 齐景春以前教你们的时候 翘课就要打板子 翘课可不打 先生从不管这些 但是如果学生在学术课堂教过的东西 我们记错了 第一次会提醒 第二次就会打 老人呕了一声好奇的问 在上边看什么呢 小姑娘愣了愣 看在老人年纪大的份上 特回答道 风景啊 老人越发感兴趣 什么风景这么好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姑娘眨了眨眼 老先生 你自己爬上去看呗 读书人爬书 犹如斯文 老人先是连忙摆手 随即很快恍然 哟 是想着咱们一起不守规矩 然后好让我不告发你吧 小丫头挺机灵啊 小姑娘呵呵笑了笑 然后又摇头 老人看懂了小姑娘的心思 他问咋啦 我说犹如斯文 难道不对吗 小姑娘拍了拍衣服解释说 以前我把风筝挂到树枝上 还是先生爬树帮我拿下来的呢 还有一次 我把李怀的裤衩丢了上去 然后我自己跑回家 听说 后来还是先生帮着拿下来的 你们书院这儿的读书人 怎么总是在这种事情上瞎讲究啊 老人帮忙他纠正 不是你们书院 是我们书院 老人弯着腰 双手复后 笑望向小姑娘问 是不是觉得你的先生 那个叫齐景春的家伙 比我们这儿的教书匠都要好啊 小姑娘叹了口气 心想这老先生个子势高 可怎么总问一些 这么不高明的问题呢 老人苦口婆心的说 小姑娘 我跟你说啊 咱们规矩多 除了学问 没有你先生那么多之外 也不是一无是处 是有苦衷的 随心所欲 不余据 这句话听过吧 前边是什么 知道吗 小姑娘点了点头 是 儿十七 更前边是 顺儿 儿十六 高大老人 硬是愣了半天 说不出话来 老人学问之高 超乎想象 倒不是没听明白意思 只是想不通 小姑娘那颗小脑袋里 怎么会蹦出 这么个古怪答案 小姑娘挥挥手 准备闪人 老先生 我叫李宝平 是刚入学没多久的学生 我可不会逃避惩罚 我已经把所有规矩 都了解一遍了 知道三日之内 要抄录一篇文章 今晚我就去写完 回头我自己交给洪先生 你要是不信 可以自己去问洪先生 李宝平拍了拍胸脯 放心 我写字比跑步还快 老人哭笑不得 赶紧喊住一身 英雄气概的小姑娘 道理还没讲完呢 你别急啊 你听过了我的道理 就当你已经受罚了 李宝平双手已经开始 做出奔跑冲刺的姿态 文言后知的停下身形 瞪大眼睛 老先生你说 但是如果道理讲的不好 我还是回去抄书算了 老人被这丫头的话 给噎得不行 你想啊 至少先师到了这个岁数 才敢这么做 如果一般人光顾着自己开心 什么都不讲规矩 是不是不太好啊 李宝平点了点头 当然不好 老人开怀大笑 行吧 我的道理讲完了 你也不用抄书了 这次轮到李宝平愣住了 这就完了 小姑娘重冲叹了口气 看了眼这位老先生 欲言幼稚 最后作医 开始准备飞奔下山 老人给气笑了 小姑娘 你刚才那眼神是啥意思 是觉得我年纪比你家先生 齐静春更大 反而懂得道理还不如他多 对不对 李宝平缓缓点头 坚决不骗人 既然老先生看穿了 他当然不会否认 老人笑着说 那你知不知道 我只是贤老 齐静春是显年轻 其实他年纪比我还大 所以他学问比我更大一点点 不稀奇 李宝平满脸的怀疑 老人像是有些恼羞成怒 我骗你一个小姑娘做事 李宝平不急着下山了 双臂还胸 向左走了几步 再向右挪了几步 扬起脑袋 看着高大老人 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就算你年纪比我先生小 所以学问小 那为什么我的小师叔 年纪比你更小 学问还是比你大呢 老人嘖嘖道 学问比我大 那我可真不信 李宝平有些急 认真想了想 小心翼翼的环顾四周 伸出一只小手 放在嘴边低声说 我跟你讲 你别告诉别人 然后他伸手 在自己脑袋比活了一下 如果我先生的学问 有这么高的话 那我小师叔 学问至少 有这么高 这李宝平 再伸手 在自己的肩头 比活了一下 最后移到自己的耳边 等小师叔 在回家的路上 多认识一些字 学问很快 就有这么高了 老人目瞪口呆 最后只能附和 那你小师叔 可了不得 太了不得了 可不是 我的小师叔 厉害得不得了 厉害好 厉害好 厉害了 将来就能保护好 我们的小宝平 李宝平有些神色黯然 他挤出一张笑脸 嗖的一下 窜出去老远 一边跑一边 转头挥手告别 我走了 我觉得老先生 你的学问其实也不错 有这么高 小姑娘想伸手比划一下 跑得太急 一个不稳 就那么结结实实的 摔在地上 然后以迅雷 不起掩耳之势 飞速的起身 以更快的速度 跑下山了 高大老人 拍了拍腰间 规矩借齿 随之献出原形 遥望着越来越小的 那幕红色身影 老人叹了口气 静春啊 早知道 应该见一见那少年 东华山有一座小湖 湖水清澈见底 种植有满满的荷花 只是入冬时节 皆已是枯叶 显得尤为萧索 有个高大少年 手持一杆绿色竹竿 坐在岸边垂钓 不时有人指指点点 但就是没人敢靠近搭讪 终于有一个 其貌不扬的有黑少女 来到少年身边站定 钓鱼有意思 鱼露点头笑道 有意思 谢谢问 有去在什么地方 鱼露笑着给出答案 鱼上钩了会很开心 哪怕最后鱼跑了 还是会开心 谢谢 隐约有些怒气 鱼露凝视着湖面 忍住笑 一语道破天机 好好好 我说实话 我是在习武呢 鱼露缓缓地解释 且不说驰干 只说我这坐姿 是有讲究的 要做静如山月 洞如江河 之后鱼儿真正咬钩的那一刻 或整个人的动静转换 只在一瞬间 契合道家阴阳颠倒一线间的玄机 有本五玄秘集上 说一静则无有不静 一动百害皆相随 所以我这么钓鱼 能够如筋骨充元气 谢谢将信将疑 鱼露从头到尾 都没有去看少女 你要说我从不练武 没有错 我从来没有练习过全装架势 但你要说我一直在习武 也没有错 我吃饭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还有现在钓鱼的时候 都在想那些武术秘籍里的东西 出身好 就有个好处在于 家里的秘籍 哪怕品级不会太高 可错误的地方绝对不多 而且许多浅法建经理 许多看似自相矛盾的地方 其实学问最大 格外让人痴迷 谢谢坐在地上抱住膝盖 望向内赶千细修长的鱼竿 你不去山上修行 太可惜了 鱼露委屈的说 喂喂喂 谢姑娘 没你这么接人伤疤的啊 谢谢沉默片刻说 终于过上了太平日子 心里头反而不安稳了 你呢 少女自问自答 你鱼露肯定在哪儿都无所谓 这一点 我的确远不如你 鱼露毫无征兆地转过头 他摇头说 我喜欢一个人对着火堆守夜的时候 为什么 鱼露重新转回头盯着湖面 不知道啊 就是喜欢 那你喜不喜欢她 那个差点成为太子妃的女子 鱼露先是面无表情 很快展颜一笑 她答非所问 谢姑娘 在这里 我们要慎言 慎行 李怀之前找过我 显摇她的那根玉簪子 你竟然没有 你不也没有吗 我没有不奇怪 可你没有就不对了 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啊 谢谢黑着脸说 请慎言 鱼露猛然一抖手腕 鱼竿弯出一个漂亮至极的弧度 高大少年哈哈笑道 上钩了 少女起身离去 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鱼露一边小心翼翼溜鱼 一边望着少女的背影 我是不是好东西不好说 可某人是真的很好 哼 就是稍稍有点偏心 书香没有 簪子没有 就只有谁都有的草鞋 哼 着实让人有些失落呀 谢谢转过身 大踏步走向鱼露 鱼露赶紧亡羊补牢 我没别的意思啊 咱们都一样 不患寡 而患不君而已 你别误会 少女没有停步的意思 鱼露丢了鱼竿 连上钩的鱼都顾不上了 撒腿就跑 谢谢拿起岸边那根 尚未被鱼拖远的鱼竿 使劲的丢向湖中央 这才拍手离去 鱼露目瞪口呆 这次是真的有些火冒三丈了 他低声愤愤道 换成是陈平安的鱼竿 你试试看 你要还敢这么泼辣 我跟你姓 临手一 发际上别着一只 质地平平的黄玉簪子 少年肤色微黑 但是男眼俊朗面容 虽然在山崖书院 给人印象是性情冷峻 不苟言笑 可是临手一 仍然很受女子欢迎 大随女子 虽然无法考取功名 但是不耽误她们 可以正大光明地求学 嫁人之前 都可以待在各大书院 临手一 就像往常那样 遇到不喜欢的课程 就去藏书阁看书 一路行去 极为醒目 新山崖书院的 第一波学生中 土生土长的大随学子 非富即贵 要么来自京城 有头有脸的家族 或是地方上 根深蒂固的豪门 无一不是 忠明鼎时 世代三英的富贵子女 临手一的出现 仿佛是一股来自 山间的泉水清流 让许多女子痴迷不已 临手一的巨人千里之外 愈发激起了那些 士族女子的斗志 看临手一做什么 都觉得特立独行 比如少年穿着朴素 衣食起居简单至极 与寻常身边的 权贵王孙天壤之别 那么这就是 临手一的纯儒风采 如果说只是这些缘由 而亲近临手一 只是肤浅的认知 那么有些看似 无人注意的细节 则是夯实这种 好感的巨大动力 例如临手一 身受大乳董静的器重 这位享誉大随朝野的老者 公认监通这 如道两门学问 董静经常喊临手一 去他的简陋茅舍 单独传授学问 每逢雷雨天气 就会亲自带着临手一 去往大随京城内 最高的铁树山 至于其中缘由 书院外人除了看热闹 也试图看到门道 天底下没有不漏风的墙 董静也有自己的至交好友 也是出了名的酒疯子 很快几顿好酒下去 就吐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那临手一是百年难遇的修行天才 一旦养育出浩然气 浮以五雷正法 必然是中五境起步的神仙人物 而且有望在二十五岁之前 祭身第六境 那说简单一点 这意味着临手一 这个修道天才 有资质 冲刺一下 第十境 这已经大大超出 寻常天才的范畴 突然一个气喘吁吁的孩子 一路跑到临手一面前 是李怀 看到临手一后 立即哭得伤心一语绝 他哽咽道 任手一 我的彩灰木耳不见了 有人偷走他了 林手一问 不是丢了 不可能 你学舍那边住着几个人 加我一起四个 有没有怀疑对象啊 李怀摇头 林手一紧皱眉头 最后他带着李怀返回自己学舍 从书箱底下拿出几张银票 递给李怀 这些钱 他家族当初寄到了红竹镇枕头衣 那天 林手一收到家书后的脸色 可谓难看至极 李怀慌张的说 干啥 我只要彩灰木 我又不要钱 林手一说 你回到学舍后 就跟舍友说 你把彩灰木丢在了 总之你随便说个地方 谁能帮你捡回来 你就给他这些钱 李怀茫然的说 这都能行 林手一无奈道 先这么试试看 第二天 李怀欢天喜地的找到了林手一 那法子还真行 林手一没好气的说 以后锁好箱子 别总显摆你那些小破烂 李怀怒道 感谢归感谢啊 以后肯定还你钱 但是不许你这么说他 林手一伸手 一巴掌拍在这兔崽子脑袋上 少烦我 我要去看书了 小心变成书呆子 李怀朝林手一做了个鬼脸 一溜样的跑了 过不了几天 李怀又哭丧着脸 找到林手一 搭了着脑袋 怯生生不敢开口说话 被堵在门口的林手一 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 采灰沫又被偷了 孩子病泱泱的说 没 这次是那套小女人 箱子锁好了 锁好了 我保证两把锁呢 要是我随时随地都揣怀里 林手一有些头疼 伸手揉了揉眉心 我去找董先生 看他有没有办法 总这样也不是个法子 李怀突然抬起头来 牵强笑着 算了 我自己再找找看 说不定他们自己就跑回来了 不等林手一挽留 李怀已经跑了出去 喊了 孩子也不听 李怀跟李宝萍 今天刚好一起上课 下课后 李宝萍找到故意躲着自己的李怀 发现他嘴角红肿 忍不住问 咋了 李怀缩了缩脖子 摔了一跤 李宝萍一瞪眼 说 李宝萍撅着嘴 就要哭出声 竭力忍住 越发可怜 跟人吵架 打不过人家 谁 说我摄友 不过我是一个人打三个 没给你们丢人 走 小姑娘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一句话最多就俩子 他对李怀发号适令 你去自己学舍等着我 赶紧的 我随后就到 李怀忐忑不安的回到学舍 那三个年龄 只比他稍大的舍友 正抱团聊天 完全不理睬的 只是撇向李怀的视线之中 充满了讥讽比 这个来自大黎的小土鳖 读书不行 谈吐粗俗 浑身上下都透着骨子吐气 破书箱还当个宝贝 关键是书箱里头 竟然还藏着草鞋 还不止一刷 李怀默默走到学舍门坎外头 蹲在那画圈 没过多久 李怀就看着气势汹汹赶来的李宝平 手里边拎着那把叫降伏的侠刀 李怀吓得差点没能站起身 他好不容易扶着门板站起来 有些腿软 他咽了口唾沫低声说 宝平 咱们打架需要带刀吗 李宝平怒目相向 一把推开李怀 独自大步步入学舍 打架不需要 难道挨揍需要 让开 李怀虽然吓得直冒汗 仍是一咬牙 快步跟上他 喊道 李宝平 你等等我 李宝平看着那三个家伙 举起再翘的侠刀 冷声道 谁偷了李怀的泥人 拿出来 三个人起先有些傻眼 然后轰然大笑 李宝平怒气更盛 谁打了李怀 站出来 三个人相视一笑 然后猛翻白眼 李宝平拎着狭刀 对那三个小王八蛋 就是一顿胖揍啊 别看李宝平个子不算高 可气力 那是从小实打实熬出来的 加上好歹 跟着陈平安一路练拳 一起跋山涉水 对付几个绣花枕头都不如的 同龄人 那手到擒来啊 加上两军对垒 气势很重要 李宝平第一招就足够惊世骇俗 出手极快 刀鞘横扫 狠狠地拍中了一个约门 十岁大男孩的脸颊 直接把他扇的原地打转 然后一刀鞘当头劈下 砸的第二个可怜虫 哇哇大哭 第三个哪敢还手啊 赶紧就跑 被李宝平追上 飞起身来 一脚踹在后心 整个人撞向床铺 又疼又怕 干脆趴在那装死了 李宝平视线扫去 用刀鞘尾端指着他们 今天就乖乖把那套泥拿回来 交给李怀 以后谁敢欺负李怀 我打得你们爹娘都不认识 我李宝平说到做到 李宝平看到一个 悄悄抬头望向自己的家伙 他仰起手臂 就要一刀鞘砸过去 吓得那家伙赶紧后退 李宝平冷笑连连 愤而转身 结果看到站在门槛内的李怀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李怀 就你这怂样 以后别跟着我一起喊小师叔 敢喊一次我打你一次 好似被戳中了伤心处 李怀蹲在地上抱着脑袋 乌液起来 斜撇一眼李怀 李宝平像是比来的时候更加生气 手持狭刀就这么气呼呼的离去 屋内一个脑袋 肿起一个大包的男孩 气急败坏地说 这事没完 我要你这个小婆妇 知道你打了谁 两天过后 夫子院内 国子脸副山主 一拍这一子把手 无法无天 岂有此理 大庭广众之下 从小的到大的竟然公然斗 一个都没拉下 这件事情谁都不要插手 我倒要看看我们堂堂山崖书院 这些个大随希望所在的读书种子 到底能够糟糕到何种地步 其余人都望向破天荒 眉眉眼打盹的高大老人 老人想了想 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 有人壮起胆子小声问 毛老是哪样啊 高大老人脸色淡漠 仿佛在打雅弥 就是这样啊 他如此表态 便是那位拥有君子身份的 国子脸大儒 都有些脖子里冒寒气 却说白衣飘飘的崔蝉 一路穿街过巷 终于找到那座阁楼所在的宅子 果然是高门大货 两尊石狮子坐镇 门槛极高 一门紧闭 不过奇怪的地方 是这栋宅子悬挂支蓝二字 不是什么张府前府之类的 之前崔蝉看到的异象的那栋阁楼啊 应该是这户人家的私家藏楼 高度几乎不输城内的文庙奎心阁 必然不是寻常的富贵人家 越是临近这座枝蓝府邸 崔蝉就越发清晰感受到风雨欲来 这种感觉就像暴雨之前的大阴天 让人气闷 天地之间除了儒家推崇的浩然正气 还有诸多无形之气 大抵上有清灼之分 前者灵秀辟易修行 后者污秽浑浊损伤魂魄 乱葬岗啊 古代金冠啊 战场遗址之类的地方 各有玄机未必全是污浊之气 世间有助于修行的洞天福地 就像是一座知蓝知识 沁人心聘 崔蝉双手负后 施施然走上台阶 一位中年门房由侧门走出 眼见白衣少年气度不凡 不敢怠慢 恭恭敬敬 询问身份 崔蝉说 他是依靠斩妖除魔积攒阴德的散仙 在城外就见到宅子不对劲 可能会有血光之灾 故而特来相助 门房只当是玩笑话 要说世间精魅鬼怪到底有没有 这门房知道那是有的 因为自家府上就豢扬许多 无伤大雅的精魅 但要说斜碎鬼魅 胆敢在府内作乱 尤其是在他们知蓝府捣乱 那真是天大笑话 谁不知道府上父子四人 皆是公认的神仙中人呢 尤其是幼子曹西山 听说去年刚刚成了一座山上仙家的掌门敌船 精通飞剑和雷法两树 被当作骗子的摧残也不脑 继续耐着性子解释 你们家宅子藏风俱水做得不错 格局又是最好的 是阵言所在 加上估计在藏书里头 有很多圣贤君子亲手盖过藏书章的孤本善本 所以时间一久就容易汇聚灵气 寻常妖物鬼魅 不敢来此自投罗网 倒是一些生性怯懦温善 喜好向人而居的小玩意儿 会成长得很顺利 门房神色有些不耐烦 让崔禅赶紧走 说他没这个功夫啊 听这少年狼胡说八道 崔禅伸手轻轻的拨开门房 推嗓的手掌 他微笑着说 但是这栋府底 确实有些古怪 里头盘踞了一头大蟒 可能是一开始就有 来历不明 也有可能是后来给人请神请进去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条活马 最近这段时间 就是他倒数第二次的褪皮之日 下一次褪皮就该走水而成 一旦成功会成为一条大礁 崔禅伸手指向城外那边 但是江水之中有条水蛇 境界相较火莽更高 正在水底下伺机而动 绝不会轻易让你们家这条 近青死敌成功褪皮 世间蛟龙蛇莽之鼠 一旦开窍出现灵智 不管之前性情如何 开窍后皆不喜同类靠近 所以你们府邸若是不早做准备 活莽在褪皮虚弱之际 水蛇必然离开江面直扑此处 试图一击致命 顺势抢夺活莽体内那颗半道火丹 转化为自身修为 水火交融大道敬意 那门房眼神复杂 默然大怒 伸手试图去推开少年 滚滚滚 小小年纪信口慈慌 崔禅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先生啊 你看看 道理讲不通吗 好麻烦的 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法子来吧 崔禅一挥袖子 中年门房整个人被一股清风横扫出其树杖 当场晕阙过去 侧门那边很快就涌出了五六位标形大汉 崔禅大步前行 那些出境二境五夫下场比那门房还不如 还没见着眉心有志的俊美少年如何挥袖 就自行倒飞出去 横七竖八 全部倒地深野 崔禅一路行去 又有众多护院 蜂拥而至 都没能让他停步些许 当他来到那座广场 打着哈欠的崔禅 终于有了点兴致 望着并肩而立的三人 父子模样 除了他们呢 并无外人 估计是不愿暴露出真相 或者是不希望伤及无辜 都不许靠近此处 崔禅视线很快越过三人 占地极大 高达六层楼 楼顶天空是乌云密布 雷声轰隆隆作响 沉闷至极 电光交织闪烁 注立在天地之间的这栋高楼 有一条长达十数帐的巨大蟒蛇 身躯从楼阁底楼 向外伸出蜿蜒而上 大如水缸的头颅 正对着天空雷云 吐露蛇信 充满了天生的敬畏 又蕴藏着旺盛的斗志 世间妖物出身 对于雷鸣几乎少有不怕的 这是鸣客在骨子里的烙印 代代相传 千万年不绝 相传远古时代 主掌雷霆的某位天帝 曾携带一众雷布神灵 和诸多语师 寻手游历各大天下 妖魔不知丧命了多少 崔蜡继续前行 披挂一副古铜色甲皱的中年男子 伸出手拦下了两个想要教训 那个不速之客的儿子 眼神示意他们 稍安勿躁 不可轻举妄动 他一抱拳 在下曹山虎 不知贵客登门 有何指教 崔蜡脚步不停 懒洋洋的说 我的好脾气啊 都在大门那边用完了 现在我要登楼 你们如果铁了新拦阻 别怪我丑话没说在前头 灭你们满门 这种事情我现在不会做了 但是宰了你们父子三人 毁尸灭迹 大不了回头跟我家先生解释 就说你们是死于蛇蟒之战 或还是毫无心理负担的 说不得到时候 我在先生面前 还要为你们拘一把铜情类 谁让我有这么个古板先生呢 中年男子手握腰间长刀刀柄 身上甲皱流淌着一层 土黄色的厚重光韵 他立色道 真当我知蓝曹氏 是任人宰割的软淡 崔蝉呸了一声 呸 还敢自称知蓝 家里分明真藏有这么多书 不让子孙好好学习圣人教诲 偏偏一个个五枪弄棒 更可恶的是还敢与妖物勾结 不惜让他窃居 汲取书香之气 这也就罢了 明知道活莽褪皮之日 就是江中水蛇拼死一搏的时候 你们不提醒城内百姓赶紧离城躲避 反而故意使了障眼法 遮蔽了雷云下降火莽攀楼的景象 你们知不知道 这场突如其来的活水之争 少说会害死城内两千余人 崔蝉说到这儿 有些委屈 碎碎念叨 先生啊 这都怪你 我这好好说话的习惯 都有些上瘾了 一位高大青年手持着银枪宁笑道 爹 少跟这家伙废话 由我杀了便是 胆敢坏我曹氏称霸一周的百年大业 死有余辜 崔蝉 哈哈大笑 伸手指向的高大青年 你这暴脾气 我喜欢 话音尚未落定 青年没心处 就出现了不易察觉的一滴血珠子 高大青年正要运用神通 加持手中的法器银箱 只觉得眉心微微刺痛 刚要伸手去擦拭 就瘫软在地 没有什么眼瘾一息 没有什么痛苦哀嚎 直接死绝了 中年男子 甲昼光芒更甚 整个人都像是笼罩在黄色云雾之中 他另外一个有些书卷气的儿子 口诵咒语 手指掐绝 脚踏肝部 忙得很 很快这身边就出现了一串串 熠熠生辉的蚊子 白色雪亮 手尾衔接 串联成一轮满月 将他护在了其中 不但如此 空中还浮现出一条通体火焰缠绕的小火芒 绕着年轻人飞快旋转 还有头上那顶古朴高冠 绽放出一股五彩光芒 然后如泉水喷洒 笼罩住年轻人四周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层层防御 手段叠出 崔禅给那年轻人的保命手段给逗乐了 你小子倒是怕死得很 怕死好啊 依旧是不见任何动静 怕死的年轻人没心 同样出现一粒朱砂 瞬间弃绝身亡 崔禅笑咪咪的说 做了鬼 以后自然就不用怕死了 别笑我 那中年男子 飞奔而逃 崔禅根本不屑追杀 现在的他悖懒得很 以至于连赶尽杀绝都觉得麻烦 崔禅没有急着走路 而是在门外站定 腰间的酒壶挺沉 装满了酒水 来的路上 崔禅又买了几斤散酒 因为离开大隋京城后 喝完了那壶酒 当时车厢内倒是还有好几摊子好酒 可总不能撅起屁股 把脑袋插到酒坛子里边喝吧 崔禅干脆就留着酒壶没丢掉 久而久之 倒是用出了一些感情 在那之后啊 一直在路边酒室买些散酒 没办法 如今崔禅得跟陈平安借钱 他可没什么碎银子 空有一座金山银山 却进不去 在成为武镜练气室之前 崔禅只能干瞪眼 崔禅摘下酒壶痛饮了一大口 向前走入 跨过门槛 那条感知到威胁的活忙已经缩回 天空中电闪雷云 便弱了几分气势 崔禅走向一楼的楼梯 叹气道 少年不知愁滋味 爱上层楼 再上层楼 又上层楼 更上层楼 当崔禅走到第五层的时候 就不再往上走了 坐在楼梯上 神色欲语 死活不愿登顶 四楼五楼之间 缓缓探出一颗新红色的硕大头颅 双眼漆黑如墨 他小心翼翼的望向那位神通广大 且心狠手辣的白衣少年 崔禅转头望向那条活忙 他惋惜道 当年我们家里 如果有你这样的存在 能够陪我说说话 结解闷 那么我可能 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活忙把这下巴轻轻的搭在地板上 做出数耳聆听的谦卑姿态 很通人性 而且比起志向是争霸一周之地的曹氏父子 显然这头畜生要更加有眼力 崔禅笑问 打断了你的长生路 害你错过了这次天时地利人和 你不生气 虎莽微微摇晃头颅 整个五楼随之震动 烟沉四起 崔禅点头道 你是有慧根的 如果你执意退皮 江中水蛇成功的机会比你会大很多 到时候你数百年苦苦修行 就沦为只是为他人做嫁医生的下场了 在崔禅所坐位置更高的楼梯上 有一位约么六七岁的轻衣童子 瞳孔树立 他蹲在楼梯把手上望向摧缠的背影 嘖嘖倒 这外乡小子不但出手狠辣心肠歹毒 而且眼光还不错 还小得本尊的厉害 活忙大为惊骇 好不容易才忍住躲回楼下的冲动 整条身躯都在微微颤抖 没了曹氏父子的保驾护航不说 如今不得不强行断去褪皮过程 正是最为孱弱的阶段 而那家伙竟然还潜入了曹家 自己如何是他的对手啊 崔禅转头笑道 调皮 轻衣志同一脸茫然 伸出指甲锋利如小锥子的手指指向自己 你小子说我 下一刻 轻衣志同双手捂住额头 不断有鲜血渗出指缝 从楼梯栏杆上跌落到五楼 满地打滚 整栋楼都开始摇晃起来 崔禅从袖中取出一物 没好气的说 行了 别装了 再这么调皮 我就真让你去见阎梦爷了 那轻衣志同骤然间停下了滚动身形 起身后拍了拍衣袖问道 你到底想要如何 我可是与城外的那位江水正神关系末逆 与他争兄道弟两百多年了 比这个连城外爷都不敢见一面的小丫头骗子 要强太多太多 你小子修为不错 有资格当我府上的座上宾 如果今天帮我 让我吃掉他 以后这周城内外千里 你想杀谁就杀谁 轻衣童子突然像是喉咙被人掐住 半个字都说不出口 死死的盯住白衣少年手中之物 吓得失魂落魄 两条腿开始打摆子 那条活蟒更是变成了一位粉裙女童模样 身体蜷缩在楼梯口 瑟瑟发抖 催缠手中拿着一方古老艳台 上边盘踞有一条长不过寸余的苍老兽胶 若是仔细聆听 竟然能够听到货真价实的轻微酣睡声 对于轻衣童子和火蟒而言 那一声声凡夫俗子不觉的异样的酣睡声 落在他们耳中简直比天雷还可怕 催缠低着头 双指撵住一枚金光焕发的绣花针 在古燕边沿摩擦 带起了一连串的电光火石 就像是用燕台抵立锋芒 催缠伸出燕台 乖乖进来吧 活满化身的粉裙少女背靠墙壁 艰难起身后不敢挪步 轻衣小童问 有没有好处 催缠点了点头 有啊 比如活下去 轻衣志同沉声说了个好字 然后就撞破了五楼窗户 飞掠出去 之后则是一缕两三尺长的金光 紧紧尾随其后 透过窗户 一起向城东外掠去 片刻之后 城外东边的大江之中 掀起惊涛骇浪 时不时有血水四溅 正在城门口喝茶的陈平安 立即付钱结账 飞奔赶往城内 结果发现支篮釜底 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 陈平安一路畅通无阻 最后来到那座高耸阁楼 刚好看到崔缠亲手 牵着一个粉裙女童走出来 大概是为了贪图享受 这崔缠将书箱转让给了 这个子小小身材迁细的小女孩 自己两手空空 只有腰间的酒壶 崔缠一拍脑袋 让背着书箱的女童 去拿几本灵气最足的古书 然后坐在门槛上 喝着酒抬头笑道 先生说吧 我听着呢 陈平安问 知道为什么 让你跟我一起返回龙泉县吗 崔缠大口喝着酒 用手背擦拭了一下 知道啊 怕我不长记性 还是心怀叵测 会在大隋的新山崖书院 闹出幺蛾子 你不放心 李宝平他们三个 所以宁肯自己睡觉都不安生 也不愿意那些孩子出现意外 陈平安看着崔缠 崔缠无奈道 喂喂喂 猜出这种答案很难吗 先生别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好不好 哪怕只有丁点的惊讶 都是对我崔缠的侮辱啊 陈平安犹豫了一下 最后说 如果你愿意诚心诚意保护他们 从今天起 我就答应你当我的学生 崔缠高高扬起酒壶 一言为定 陈平安皱眉道 还是算了 就因为我答应的太快 崔缠冷笑 别急着反悔 我在跟你偷偷离开马车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猜到这一步了 或这根本不叫喜出望外 而是深思熟虑多时的结果 所以你别觉着我在敷衍你陈平安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留在大隋京城 本来就是我自个预定的一步棋 你以为我一路上 自己跟自己下棋好玩啊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那可是大骊在跟大隋下棋 这一局棋 关系着两大王朝的国运走势 崔缠叹叹了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 以身涉险在龙潭虎穴里头逞英雄 本来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没法子 说到底 楼子呀 是我自己捅出来的 交由别人收拾烂摊子 我未必放心 崔缠苦着脸说 先生 如果我真的在大隋京城死翘翘了 陈平安认真道 我会争取帮你建一座衣冠种的 崔缠愕然 小声嘀咕着 他娘的衣冠种都知道了 这一路跟着李宝平临手 一书真没白读 不愧是我先生 学得快 陈平安问 对了 那墓碑上是写崔缠 还是写崔东山 崔缠满脸惶恐 呸呸呸 然后崔缠笑道 知道先生会走出这一步 所以学生我呀 连离别赠礼都准备好了 方才那女娃儿是活莽出身 自幼就汲取书香气长大 性子很温顺 以后给先生当小书童是最合适不过 其余那个差不多的出身 性格暴力一些 这一路返回龙泉县城 身边就需要这么个能打的吗 能够帮着先生逢山开山 逢水过水 离珠洞天对他们而言 诱惑力还是很大的 将来等他们进了先生的底盘 就容不得他们不听话了 不过需要先生 稍等片刻 那条江中水蛇 很快他就会自己跑到这儿来 磕头认错 陈平安有些心情复杂 你是坏人 而且比我聪明多了 所以比我更知道应付坏人 我希望你回到书院后 真的能够护住宝平他们 陈平安眼神诚恳 深呼吸一口气 就以江湖气十足的抱拳姿态说 如果你能做到 那我在这里先谢你 先生愿意做此决定 就是真的认可了学生 哪怕只有一点点而已 先生要学生做什么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何须言谢 崔禅起先有些嬉皮笑脸 但是看到满脸正经的陈平安后 立即收敛玩笑 抖了抖袖子 郑重其事的作衣 大袖垂下 如鹤垂翼 潇洒绝伦 他沉声道 学生拜别先生 先生一路保重 粉群女童抱着一大棚古书 跑出阁楼 看到这一幕后 望向陈平安的眼神 就有些惧异 与此同时 从天空摔落一位青衣小童 衣衫蓝绿 狼狈不堪 在他身边有一抹金光 流转不定 像是压解犯人的凶狠冰丁 青衣小童躺在地上 气喘吁吁 抬手抹去脸上的血水 转头望向那条 根脚不明的过江龙 眼眸之中的戾气难消 这也不奇怪啊 在城外大疆中 作威作福数百年 突然给人奏成了一条丧家犬 心胸之间自然是愤恨难平 崔蝉打了个响指 那抹金光如燕归巢 飞回他袖中 看到陈平安有些疑惑 崔蝉笑道 先生可曾记得野福关外 我跟先生吹嘘 拜师礼有多丰厚 就说道这柄 暂时无主的本命飞剑 名为金秋 贫乡不俗 无须太高境界就能驾驭 运转如意 崔蝉咧了咧嘴 颇为得意 飞剑的上任主人 曾是一位中土神舟 当之无愧的剑仙 是个齐痴 兴许是脑子给门板夹着了 竟然想着改弦一辙 由剑修转入祈祷 奈何其意不惊 与我赌命赌了一场 便输给了我这把飞剑 不过说到底 他一直想要破釜陈周 不愿再与这飞剑 有任何的藕断丝连 陈平安好奇的问 那么这把金秋 林手衣能不能用 摧缠一阵牙疼的模样 先生 可没您这般偏心的 林手衣当然能用 可由他来炼化驱使 肯定爆点天物啊 学生我舍得给先生 万万舍不得给林手衣 这个外人呢 粉群女童和轻衣小童 心有灵犀的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震惊 中土 剑仙 祈祷 赌命 这些词汇串在一起 足够惊世骇俗了 陈平安环顾四周 看不出异样 准备离开 继续赶路 先生 稍等片刻 容我把道理讲透 也好让先生接下来的返乡之路 不会因此横生枝解 崔禅思量片刻 又拿出那方原本是 扶龙冠镇山之宝的艳台 对黄庭国这双活芒水蛇 下令道 速度将真身放入其中 我的耐心不太好 我的规矩是事不过二 如果再敢拖延 可别怪我 这还没说几个字 最惨就杀心四起 只想着干脆一巴掌拍死那个轻衣小童 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毕竟按照龙泉县城的谋划 能够与那条老礁搭上关系 就已经足够 眼前这活芒水蛇道行不高 画胶都未完成 远远比不得大水府的寒石江水神 说到底他们的捕获 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小天头而已 一开始是如今方寸物里的宝库打不开了 就想着给自家先生降服两个小家伙 哪怕没大用 以后养在身边 帮忙看护山头 加上黎珠洞天的特殊身份 勉强可行 所以他摧缠 还真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如今先生已经是先生 学生已经是学生 崔禅无比清楚陈平安的性格 真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不认可自己 就是给他一万条活芒水蛇都没用 如今认可了自己 没了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家伙 根本不碍事 想到这儿 崔禅有些百感交集 跟陈平安打交道 说累那是真心累 感觉比搬动五月还吃力 但是当自己跨过某道 无形的门槛之后 就又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竟然能会让大骊国师 如此老谋深算的人 生出一些心安 眼见着金光流泄出 白衣少年的袖口 那青衣小童赶忙起身 跪地磕头 恳请仙师饶命 小的愿意给仙师们 赴汤蹈火 干老徒弟 催死不悔 在这座芝兰府 看遍了万卷藏书的 粉群女童 有些耻语为伍的心思 她不是那种 信口开河的妖怪 如如诺诺 有些不知所措 崔禅懒得 跟那条水蛇小崽子废话 抬起雁台 我数三声 粉群女童略作犹豫 从眉心处 窜出一条 细如丝线的火焰小蟒 略入雁台 然后脸色雪白 身形摇摇欲追 轻衣小童健壮 只得老气横秋的叹了口气 唠叨着 罢了罢了 食食物者为俊杰 只见她蹊跷生烟 最终凝聚为一条 比火蟒略粗的 乌青小蛇 飞入雁台 一蟒一蛇 在雁台内 蜷缩起来 丝毫不敢动她 毕竟那雁台边缘 有条老蛇盘居酣睡 那可是他们这一类 妖物的老祖宗 说不定还是隔着 十八代那么远的 崔禅收起了 大理死士半路 送来的雁台冷笑 别不知好歹 不过是受了点约束 就能够借此砥砺境界 换成是别州 蛟龙之属的妖物 若是有你们俩这份机缘 摆在面前 早就苦苦哀求的 把头磕破了 自幼就在这方寸之地 长大的粉群女童 作依感谢 从来就逍遥散漫 生性也惯了的 轻衣小童撇了撇嘴 不以为然 崔禅对此视而不见 玩味笑道 大黎龙泉县知道吧 黎珠洞天破碎 下坠后的那个地方 我家先生是那儿的土财主 拥有五座山头 还收藏了不少 灵气饱满的舌胆石 这玩意儿 是世间最后一条 真龙的灵血凝聚而成 它的价值 你们自己掂领掂领 所以这一路 好生伺候着我家先生 粉群女童眼前一亮 对着陈平安 弯腰败了败 满脸的喜气 奴婢愿意追随先生 清衣小童更加干脆利落 扑通一声跪下磕头 喷喷坐下 老爷 你缺不缺 暖被窝的美妇丫鬟呢 我认识好些 便是修行中人也不发气人 只要老爷点个头 我这就给老爷抢 不 给老爷八胎大叫 请过来 陈平安揉了揉额头 瞥了眼崔蝉 难道是物以类聚 怎么尽招惹这些 魂不吝的怪胎呀 反观自己身边 宝平 李怀 林守一 都很正经 被老秀在斩断神魂联系之后 崔蝉如今 虽然是少年皮囊 而且少年心性居多 但是眼界眼光 城府都还在 对于陈平安的心思 通过这一撇 崔蝉就猜了个七七八八 有些无奈 李宝平这些孩子 哪就正常了呀 退一万步说 你陈平安就正常 一个破全谱的破把式 天底下有几个人一心想着 先打他一百万次 再来谈其他呀 轻衣小童抬起头 老爷 芝兰府 草谷山 还有个柚子 先前在城外江畔 负责盯我的梢 境界不高 道合还是不差的 天赋蛮好 还有个仙家府邸 坐靠山 这会儿估摸着 已经跟他爹会合 若是听之认之 以后少不了麻烦 要不要我 这小童做了一个张大嘴巴 一口吃掉的姿势 崔蝉一笑 解决掉你们 我的道理才讲一半 接下来你们陪着先生指管出城 我留下来收尾 陈平安点了点头 叮嘱道 别滥杀 崔蝉哈哈大笑 先生发话 学生岂敢不听啊 竹篓微动 陈平安转头望去 那把怀木剑一阵微微摇晃 那个秀真可爱的金衣女童 一路顺着木剑和碑楼 来到陈平安肩头 朝他招手 陈平安心领神会 侧过脑袋 这位一直寄居于 这怀木剑之中的古怪精魅 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陈平安认真听完之后 对崔蝉说 他告诉我 你如果到了大隋书院 要你跟毛小冬说两句话 一句是天人相分 画性奇违 一句是李定伦 法治罢 崔蝉轻轻叹息一声 神色复杂 显而易见 一句是老秀 在给自己的临别赠言 一句应该是齐静春 原本希望借陈平安之口 转赠给毛小冬的临终遗言 崔蝉有些灰心丧气 对陈平安指了指尖头小人 这是黎珠洞天 硕果仅存的香火小人 以素金身大半 很难得 先生的落魄山有座山神庙 那尊山神还算值得信赖 将来可以把这香火小人 放在那慈庙寺养 以香炉为炉 香火为食 站在陈平安肩头的金衣女童 犹豫不决 最后深呼吸一口气 妄想摧缠 齐先生还留了一句话 就是当时先生说过 你未必有机会 现在你既然认了陈平安做先生 虽然人还是坏人 但是我觉得可以说给你听听看 崔蝉愣在当场 心中有些激大 缓缓正色道 齐耳恭听 身穿金衣的香火小人 智生智气的说 学生问 谢六贵而二敖 做和解可是比物 先生答曰 穷秀才 囊中羞涩也 崔蝉捧腹大笑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 崔蝉独自走向藏楼 笑得停不下来 一边走一边擦拭着眼角的眼泪 他转头笑道 先生 我就不送了 崔蝉走入 在二楼窗口望向陈平安的背影 他高喊道 先生 若遇到天大难事 可以折路去找那位户部老侍郎 就说你是我先生即可 若是能够违心 说你与老秀才是半个师生关系 就更好了 陈平安转头说 知道了 你自己小心 崔蝉挥手 喃喃道 岂而行之 你我 共勉 崔蝉一路登顶 来到六楼 登高远眺 之前之所以不愿登上这层 不是这里有什么玄机 而是少年心性又在作祟 让崔蝉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往事 文圣守徒也好 大骊国师也罢 一样是从年少岁月走来的 崔蝉到了楼顶向后倒去 随手将那方古雁放在一旁 全然不顾灰尘沾染白衣 他转过头看着雁台 既然已经开始做了 不如一鼓作气 将这上古蜀国的蛟龙余孽 一网打尽 全部豢养其中 崔蝉望向楼顶的五彩早景 雕刻有威严团笼 跟记忆里的自家不太一样 光线昏暗 可没这么漂亮好看的风景 崔蝉闭上眼睛 有些犯困 还记得他在年幼时分 天资卓绝 只是心性不定 便被寄予厚望的爷爷 狠心地关押在顶层的小阁楼上 搬走楼梯 三餐呢 用绳索送来食盒 食盒拉撒 都在那么大点的地方解决 自然还有个马桶 每天都会换 孩子为了反抗 表达自己的愤懑不满 经常撕下书页当册纸 或是折纸为小小的纸鸢飞鸟 从一扇小窗丢出楼外 乘风而飞 然后每次就会听到 爷爷拄着拐杖 在阁楼下边破口大骂 那个时候 崔蝉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啊 就是将阁楼所有书本啊 累气起来 站在高高的书堆上头 趴在窗口 眺望城外的江水 经常一看 就是几个时辰 当年的崔蝉 还不叫崔蝉 而叫崔蝉蝉 第一个蝉呢 是他现在这个蝉 第二个蝉 三点水去掉换一个山 那么第一个蝉 解字做水生 第二个山子旁的蝉 则解字做雄山峻岭 为他取名的爷爷 那会儿当然是希望这个孙子 长大之后 道德品行 学问修养 兼具 明山大川之美 智人两全 山水皆灵秀 能够成为读书种子 继身君子贤人之列 可是孩子不领情啊 好不容易走下阁楼后 很快就离开家乡去远游 走出家国 走出益州 最后一直走到了中土神州 只恨走得还不够远 离那个倔老头越远越好 而且还故意 把那个山子旁的蝉 给去掉了 只留下相对喜欢的 水字旁的蝉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 始终对外自称 崔禅而已 哪怕崔禅重返宝平州 成为大骊国师 依旧没有回过一次家乡 不想回去 崔禅睁开眼 用袖子抹了把脸 看什么看 没看过大老爷们伤心呢 顶楼出现一位 阴神出窍远游的如山老人 正是那条老骄 老人盯着那方燕台 脸色阴沉 崔禅没有起身 一挥袖子将燕台扶向老人 你的三百年修为已经打掉 上次的事情就算两清了 接下来 你不用急着去往龙泉县 帮着抓捕蛟龙之鼠的残鱼孽种 不论老幼大小 一并关在燕台内 我家先生留了许多品项最佳的蛇胆石 并没有带出家乡 也亏得他没带出来 不然以他的性子 天晓得会不会当散财童子 早早的挥霍殆尽 现在正好 将来可以物尽其用 崔禅坐起身 漫不经心的抖了抖肩头 老骄收起燕台 清楚感知少年的气象变化 心中怒意瞬间烟消云散 转为无奈和钦佩 国师不愧是国师 崔禅叹了口气 从五到三 从三到五 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这小小宝平州 算是罕见 可要换成那座中土神州 你在那边都不用待一千年 短短一百年 你就会发现 无数精彩绝艳的天才迅猛崛起 然后瞬间陨落 甚至会让你目不暇见 到最后 就会发现 唯有老儿不死 而且老儿不朽 才是真正的厉害 如山老人 紫阳府开山鼻祖 和寒石江水神的父亲 名义上 黄庭国的辞官隐退老侍郎 摇头笑道 那里就不是我们能待的地方 一经发现 十有八九 会被那几个大王朝 抓去剥皮抽筋吧 崔禅依然坐在地上 脸色木然的说 事情又有变化 大离京城 有人觉得 你担任披云山新书院的山长 不能服众 我虽然反对 但是皇帝陛下已经决定 只让你出任副山主 还未必能坐稳第二把交椅 这是我崔禅失策在先 如果你反悔 我没意见 老人坦然笑道 作为靠后的副山主 我看挺好 不用做出头鸟 崔禅转头皱眉道 现在跟我客气 以后再反悔 我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老人摇头说 并非客套话 崔禅的古怪性情又显露出来 非但没有如释重负 反而讥讽道 难怪你活这么久 老人对此不以为意 感慨道 现在只希望 可以活得更久一些 崔禅站起身 无需任何动作 所有灰尘 便从白衣抖落飘远 接下来 老驾你送我去往大随 之后你再回到这儿 把枝兰府的事情做个了断 可以顺便策反了那城外的那位水神 老人脸色古怪 崔禅走到老人身边 笑呵呵的说 咋啦 给人骑在脖子上不习惯呢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远古时代神人成龙 就跟今儿有钱人骑马骑驴差不多 多正常的事啊 如山老人泛起苦笑 他认命道 那我在楼外等你 崔禅点点头 老人身影 一闪而逝 这座周城的城头上空 骤然间 风起云涌 大云下垂 几乎要触及顶部 城外那尊江水正神化作人参 站在水畔 仰头望去 充满敬畏 城皇阁和文武双庙的三尊神奇 亦是如此 崔禅脚尖一点 飘向顶楼窗外 穿过云海 落在一条老郊的头顶 盘膝而坐 老郊尾巴一摇 欲与风前行 一位眉心有志的白衣少年 如传说中的神灵骑成天龙 崔禅会心一笑 闭上眼睛 双手掐绝 竟是百无聊赖的 练习呢 欠炉立庄了 尽诛者赤 城门口那边 陈平安转头望去 天空云海翻滚 身边一左一右跟着书童模样的两个孩子 那青衣小童一出城门 就觉着自个儿啊 猛虎龟山蛟龙入海了 大摇大摆的说 老爷 那家伙可是够凶残的 粉群小女孩 撇了眼口无遮拦的死敌 他紧敏嘴唇 打死不说话 陈平安伸出一只手掌 轻轻地按在青衣小童的脑袋上 他是我的学生 青衣小童吓得赶紧跑开 陈平安继续前行 这算不算 静默者黑啊